Hello 大家好 我是思远 很久没有给你们录东西了 我们现在在美国的英福尼斯 加州的英福尼斯 国内现在疫情很严重 我在外面拍摄 但其实我非常想家里 就很担心自己的朋友 不知道你们怎么样了 美国这里是冬天 我们在西边 这里的气温大概是零度上下的样子 英福尼斯会暖和一点 大概会五到十度 那今天我想讲一讲 在这样的气温下面 就是国内大部分南方城市的冬天 我们应该怎么穿呢 那我就简单来讲一讲 今天的穿搭吧 首先呢 你要选择一件羊毛的 或者是羊绒的 高领或者是半高领的内搭 颜色呢 我通常会建议你们选择 简单颜色 任何初学者 在最开始的时候 最好不要选择太花哨的东西 特别是内搭 那我的首选项呢 我会建议你买件灰色的毛衣 那其次呢 鸵色米色黑色 都是可以考虑的选项 好的内搭呢 它不仅可以让你保暖 而且舒服的材料呢 可以让你冬天天生穿的时候 非常舒服 我不是很习惯在毛衣里面穿打底的衣服 其实包括衬衫也是 因为我觉得这样会破坏 它原本的那个材料 带给你的感觉 无论是视觉上还是触觉上面 那我宁可选择舒服一点的材料 穿在里面 那我今天穿的呢 是针丝和羊绒混坊的内搭 然后其次呢 我们要说到冬天 你除了穿外套之外 有什么其他的东西 可以让你增加保暖性的 那我会选择一个比较客重大的 有点花纹 但是颜色和外套是同色像 或者是渐进色系的马甲 那我通常很少穿同样颜色的马甲来拍照 那平时有时候其实会穿得到 那我觉得同样 同样颜色的马甲呢 会显得有一点小正式 那我个人是希望把西装 或者说把定制的经典男装呢 当成一个日常可以穿的东西 那虽然这样子穿也蛮正式的 不过我觉得换一个马甲 颜色会看起来好一点 最后呢 我要讲讲外套的材料 其实冬天的衣服 我们常见的材料 都是大客重的粗仿的 那一旦你的面料到了350克以上呢 你就很难找到非常精细的布料 我认为啊 那大部分的布料会相对来说 手感粗糙一点 或者硬挺一点 那这也是我穿冬天穿衣服 选择布料的考量标准之一 因为你客重选的越高 你的衣服就会越挺拔 越挺阔 那你冬天的衣服塑造的形态也会 更有阔性 如果你选择越大客重的外套 保暖性当然也会更好 在这里呢 我有两种布料是最推荐你们的 它们是截然不同的两种冬天的布料 一个是法兰绒 它的触感呢 通常会非常的柔滑 在冬天的布料里 应该算非常的舒服 体感触感 真的是非常好 那我现在身上穿的就是法兰绒 它有两个缺点 一个是比较容易皱 一个呢 我认为法兰绒的强度并没有那么高 那一旦你穿的衣服比较紧 特别是裤子 那有时候它会相对粗花泥来讲 它会比较容易撕裂 因为它本来值得就比较疏松 那接下来呢 冬天最常用的布料呢 就是粗花泥 粗花泥是一个很有意思的布料 它有很好的抗皱性 它的保暖性也非常的一流 而且粗花泥呢 它非常的抗皱 但是粗花泥有个缺点 就是它比较的粗糙 特别是你选择纯羊毛的粗花泥的时候 它的手感 大部分的手感 都是让人有点难以接受的 我可以接受 但是大部分的女生可能接受不了 很容易你的脖子啊 或者接触到的布料的部位 就会被磨的发红或者不舒服 那所以呢 很多品牌的厂商会在粗花泥里加锯脂纤维 那这样子的话呢 它的手感就会变得非常划爽 而且呢 也更加的耐穿 粗花泥本身就是一种非常耐穿的布料 它的耐操程度 就是 如果你 对 有一个粗花泥是你拿一个针扎穿过去 手指要揉一揉 它就回复到原来的样子 那在其他的西装布料 这样的特性是难以想象的 那有人要问 那为什么我们还要用纯羊毛的粗花泥 原因就是只有纯羊毛的粗花泥 它才可以带给你那种非常特别的 有点光亮的羊毛质感 而加了画前的粗花泥呢 它的光泽会相对来说比较暗淡 哦对了 但是如果你做粗花泥的话 大部分的粗花泥是没有办法用来做裤子 因为它手感太粗糙了 只有小部分的精细粗花泥是可以拿来做套装的 这个我会在下一次讲到 好了 那今天关于冬天怎么穿的内容比较简单 我们要继续去拍摄了 希望你们一切都好 那回头见了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